我们简单的对课程做一个总结 给大家讲解了非常多React相关的内容 我们讲解了React的基础语法 我们讲解了Redux这个数据层框架 还讲解了React Redux 如何方便我们在React之中使用Redux 我们讲了React Wrouter 而且讲的是React Wrouter 4.0最新的版本 我们还讲解了Immutable GS Steal的Components 这样的非常实用的React相关的第三方模块 那么我相信学完这门课程 大家一定对React有了自己的理解 实际上大家应该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初学React其实感觉会有些难 但是写到最后你会发现 它无非就是一些套路而已 当然学到这里 其实大家只是在应用层面 能够比较熟练的使用React了 实际上大家对React的底层 可能了解的还是不是足够深刻 需要大家在未来继续的坚持对React进行学习 在之后我也会继续给大家推出 更加深入的React相关的课程 希望大家持续保持关注 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之中 大家肯定会有自己的疑问 和自己的一些思考 如果有想清楚的地方 大家一定要在M课网的留言区 及时或沟通 我会给大家一一解答 录课实际上是一个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课程之中 哪些知识点我讲解的不够完整 或者讲解的不够清晰 大家可以随时给我提一些建议 我们会积极地赶进我收割的方式 那所有的课程 讲解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 同学们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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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